怎么办呀 怎么了 我根本不知道决赛要花什么 那我给你做一个琉璃冰沙 换换脑子 我想出去走走 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去找找灵感 好 怎么会想大家来这儿呢 十年前这里是一片破房子 后来拆迁了 就改成了民宿 这里原来是我理想 是我 和你相识的地方 相识 你还记得这个吗 那是一片破房子 这就是 你修饰那个女孩 女大十八遍嘛 你没认出来 是她 挺漂亮的 当年那个女孩 对你来说可能就是 生命中不起眼的过客 后来你不辞而别的时候 她还挺失落的 不过你应该也没有想到 是你带给了她安全感 是你教了她画画 后来她当了原画师 说起来 起点还是在你这儿 所以她才会一直保留着 你送给她的东西 其实呢 她留给她一张纸条 只是 不知是什么原因 她再也没有跟她联系 什么 干嘛去啊 爸 这是怎么了 你爷爷身体不行了 咱得搬回去 你到大学的火车票 我都帮你买好了 你就从老家 直接过去 但是我还有一个东西 要说什么 咱们家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 你的 我都把你收好了 爸 你等我一下啊 快点吧 好 他出去了 家里没人 你吗 宝宝 你 行了 你帮我把这两个交给他 告诉他要搬走了 行了 谢谢 人都走了 有麻烦打电话有什么用 啊 啊 啊 所以你是给他留了联系方式的 你是希望他联系你的 那你觉得如果他给你打电话 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 我喜欢你 不愿意外相遇 夹带着记忆存虚 又怕反复剧情 没告别的离去 而你的痕迹 填补着时光的缝隙 你 烙印在我的全部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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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干吗 你跟我说新丑 你跟我说新丑